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王毅在四川成都与马尔他外长会面 表示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 他特别提出中国和马尔他双方要共同抵制 是反对把溯源政治化污名化的行为 这一点显然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要求中国对病毒溯源更加透明的呼声 有趣的是在会谈上王毅还说 中国和欧洲没有利害冲突 也没有历史纠葛 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 欧盟对华三重定位相互矛盾相互抵消 并表示希望马尔他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 而根据中方公布的消息 马尔他外长巴尔托洛就河南发生的洪灾 向中方表示慰问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奥运会有关的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NBC频道转播过程中使用了中国人认为不完整的地图 而NHK的解说员将中华台北队称为台湾 环球时报巨子特别发表评论文章说要睁大眼睛 阻止某一些势力解东京奥运舞台做手脚 把这些肮脏的东西踢出舞台之外 据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号 NBC在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出场画面时 所配的中国地图与中国官方所认可的版本不一致 共青团微博提出了五大错误 其中包括缺少台湾香港澳门西沙南沙群岛藏南地区等 而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也特别发表声明 说NBC的行为十分恶劣 伤害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情感 环球时报还发现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中华台北队出场时NHK虽然配出画面字幕是中华台北 但是解说员却说是台湾队出场 环球时报说这显然是故意在做手脚 NHK是日本的公共电视台不是普通的私立电视台 从一开始就不能对它破坏一个中国随意发挥听之认知 而有关于台北队在中国队出场之前 文章则说这需要一些奥运专家来进行鉴定 如果是提前商量好的 如果是有依据的 这当然是一回事 而如果是日本方面临时做的安排 就是另外一回事 环球时报还鼓励大家要张大眼睛 针对网民发出的疑点进行鉴定 形成打击日方势力 借奥运搞政治阴谋轨迹的共同努力 坚决压着后者搞事的空间 把这些肮脏的东西提出奥运舞台之外 而说到跟奥运有关的消息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奥运有关的情况 二零二二年冬季奥运会照例将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 美国跨党派议员则在七月二十三日去信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反复提到新疆人权问题 希望押后冬奥并修改举办地点 民主党参议员默克里 众议员麦格文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等 在信中表示 奥运不应该在政府进行种族灭绝和犯反人类罪的国家举行 他们表示目前没有看到国际奥委会有任何行动迫使北京改变 并表示国际奥委会立下了一个黑暗的先例 让未来奥运主办国政府的行为不受奥运带来国际关注的约束 认为这样必须停止 再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中国时政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北京青年报的消息 在七月二十三日当天在湖南衡阳 中国全国农村厕所革命现场会召开 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根据来自新闻联播的画面 胡春华说要坚持求好不求快 扎实稳步推进 质量第一 确保改一个成一个 而近日习近平对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又做出了重要指示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通稿 习近平说要数量服从质量 进度服从时效 求好不求快 坚决反对劳民伤财 搞形式摆样子 要扎扎实实向前推进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新西兰有关的消息 美国与西方盟国此前共同发声谴责中国幕后操纵网络袭击 当时新西兰名字也在列引起外界关注 而新西兰外长所作出回应表示 我们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并且说我们有武力证据 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在七月二十三日接受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采访 说当时加入西方联盟发表声明 并非只是跟风 有趣的是外界经常认为新西兰是无眼联盟的薄弱环节 而马胡塔表示 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局长发表相关声明 给予他看到有利证据 他表示 与我们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尊重国际规范和原则 新西兰在我们对成熟关系的期望方面十分清楚 我们继续重申 虽然从贸易角度来看中国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 但是这种关系正在走向成熟 有趣的是当主持人问及中国是否世界上一股良善力量时 新西兰方面则回应表示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而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够向中国阐明 我们可以达成一致的措施 但是绝对要指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此前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局长利特尔发表声明 说新西兰也确定了中国国家支持行为者 与新西兰恶意网络活动之间的联系 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则发表声明回应 说新西兰的谴责是恶意抹黑 并且敦促新西兰方面放弃冷战思维 再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腾讯有关的消息 腾讯又受反垄断裁处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在七月二十四日所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腾讯处以人民币五十万罚款 并责令腾讯不得与上游版权方达成或变相达成独家版权协议 或其他排他性协议 已经达成的则需要在三十天内解除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时腾讯入驻中国音乐集团 获得了中国音乐集团百分之六十一点六四的股权 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整合后的中国音乐集团则更名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在刚刚过去的一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说 根据举报对于这宗收购案 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而在二十四日刚刚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则写到 本案构成了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 同时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调查声称二零一六年腾讯和中国音乐集团在相关市场份额分别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而腾讯通过与主要竞争对手合并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 集中将占有的独家取库资源已超过百分之八十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会根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责令腾讯和关联公司在三十天内截出独家音乐版权 停止高额预付金等版权费用支付方式 无正当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权方给予优于竞争对手的条件等恢复市场竞争状态的措施 此外腾讯在未来三年必须要每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报告履行义务情况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海地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海地遇刺总统莫伊茨国葬在七月二十三日举行 但是场地附近又爆发了示威并传出了枪响 一度导致葬礼短暂中断 而美国和联合国的官员因为安全考虑则提早离场 根据报道 葬礼在北部城市海地角的私人大院举行 而莫伊茨的遗孀带着三位子女出席国葬发表讲话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在葬礼举办地点附近聚集 要求为莫伊茨伸张正义 同时设置路障 一度出现纵火情况 而警方则倒离现场 释放催泪弹 不断有枪声黑烟和异味传出 目前没有更多死伤数据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澳洲大宝礁争议有关的进展 澳洲成功游说 大宝礁今天暂时配备列入 濒临危险的世界遗产名单 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上个月建议将大宝礁列为宾威 但是澳洲方面却出现了强烈反弹 大宝礁每年吸引五百万人前往 曾经创造七万个工作机会 是澳洲著名的度假胜地 如果被贴上宾威世界遗产名单 有可能会影响澳洲的旅游业 因此澳洲环保部长李一 在最近几周前往十多个国家游说并寻求支持 李一向有二十一个成员国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保障 澳大利亚政府以致力引领气候变化 这也是委员会初步建议中关键要素之一 而委员会成员后来同意让澳洲在明年二月以前提供有关珊瑚礁情况的最新报告 届时再重新投票决定是否将大宝礁列为宾威 但是澳大利亚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环保团体的批评 根据路透社引述绿色和平澳洲分部执行长瑞特的话表示 这是近代史上最讽刺的游水行动的胜利 不是成就而是澳洲政府的耻辱之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河南暴雨灾害的最新进展 根据官方通报 截止七月二十三日郑州特大暴雨的越南人数已超过五十人 有两位七月二十日晚事发乘坐五号线的乘客仍然失联 至今家属交集没有找到踪影 也没有从任何官方渠道获得有关于两人的任何信息 郑州地铁方面对此尚无明确说法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网的报道 截至二十三日下午三时地铁五号线内最高基石水位达到五米 搜救工作仍然有待水位下降后才可以启动 其中失联的一位人是三十三岁的沙涛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他还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儿在郑州金融机构工作 公司所在的商务大厦楼下就是五号线上的中央商务区站 另外一位则是三十七岁的邹德强 他并不是郑州本地人 而是从上海出差到郑州 他的妻子告诉中国媒体财新网 当时在晚六点多 他还通过微信给妻子发了视频 说当时地铁积水已经到了脚踝处 当时妻子没有觉得是大事 以为是很小 但是回复之后 邹德强就从此失联 两个家庭感到不解的是后来了解到当日下午五点多地铁就进水了 但是地铁没有及时关停 如果停了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故 他们表示此外没有从官方渠道收到有关于两人的任何消息 而截至七月二十四日 原本郑州水晶在河南又有扩大 河南新乡已经有一万余受困群众 现在没有转移 贺币在七月二十四日当地时间十三时启用了白四坡旭至红区 因将大量泄洪 而贺币十七个村庄的所有群众现在撤离 但是具体安置方案仍不清楚 而根据中国媒体所公布的消息 昨天在新疆牧野区和卫辉区之间的卫荷绝口 现在仍然没有堵住 而绝口越来越大 以导致渭河水倒灌进入城区 水位一直很高 而作为一个农业大省 河南连遭暴雨灾害袭击 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安全也引发了关注 根据河南农业农村厅方面 对于记者表示 暴雨对于农业总体上会有影响 并且表示各地的灾情仍在陆续统计 说后期可能会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宣传部门也对媒体发声进行了相关的限制 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所披露的网信办内部指令 关于河南等地遭遇强降雨一事 将报道重点要转移到灾后重建 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发布死亡画面 不渲染悲情色彩 不关联翻炒旧文 涉及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的统计数据要严格依照权威信息 第二还提到有关于郑爽涉税案不予报道 第三说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冠病毒溯源情况不报道 但是根据网传指令并没有写出具体的原因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频道的其他节目